臭宝寄过来这么大的一个寄养啊 老花姨免费寄养 天气于挑战臭宝寄什么花就把他救过什么花 这是个啥都不知道 然后呢我跟花儿们说一下 你们最好是寄养的时候提前通知一下 因为 原来是我们也不知道是什么快递 一放就好几天啊 你千万要注意了 别不经过允许你就弄过来 老花姨虽然说好说话 但是到时候损失是你自己的呀 嗯 我把这个摘一下 哎呀 这是个啥呀 太大了这个 你看很大的你别寄给老花姨了不行啊 嘿嘿 太大了不好操作呀 既然寄了咱就好好给人整好了 幸福住这么大一颗 购运费吗买颗新的才多少钱 哈哈 那么大一颗干嘛呀这是 他是不是买了颗新的寄我这来了 感觉也不应该呀 哦下面还有一个我别扎了你手 哎你是不是买了一个你啊 他是不是买了发错地方了 这不挺好的吗这有啥要寄养的 你如果说让我给你换个盆给你送回去我不给你寄了我不给你整了 这不挺好的吗你寄过来干啥呀 这花友没说话就寄过来了 这怎么处理 原来应该比这还要冒充了 他不现在长长就冒充了吗 这位花友 他是不是要出餐啊 然后寄我在那让我帮他养一段时间啊 那种不行啊那没时间 我老花友不接这活 我只是就花花于水火之间 要嘎的那种我跟你整 这种的我不接啊 我寄养的费用很高的 他寄养了一个发照片吗 啥都没有没说话就邓刚弄过来了 那人家信任了 他不是信任我 你都信任我多了 你那不往我这寄钱 我给你存着 这个那么花过来的我给你存着啊 因为话没算老花友这人其实蛮好的 但是呢原来说你要理解 老花友这个免费机啊呢 又大功夫又大的东西 快递费是你们自己出什么事 你像我们要给你打包回去的话 我们也要是吧 这些个都有消费的 对啊这种没必要寄过来 这长得挺好的 这个土也没毛病 你看这种土是杀朗土 他以后就算是缺了水 他也会这种很松软 他不会帮帮硬 你看到没有这种土养花无敌了 这个没毛病啊 根系也很好啊 这个植株也很健壮 一段时间长起来就好了 这个没毛病啊 花友你寄过来干啥 这么大一棵 对啊 你也不说话 你又寄过来了 而且这个一点毛病都没有 你养的也不错 对吧 你寄过来了 你看这个土 你看都裂开了 根系它都有点受损 一来一回都是损伤 这不很好的一棵树吗 你寄过来干啥呀 没毛病啊 我又给你扔点了 我也联系不到 我也不知道是谁 我们也查不到 到时候你联系一下吧 我再给你寄回去 这个没必要操作 你操作一下有啥必要吗 没啥必要 你回家你自己换大盆就行了 我希望花耳梅 你别不声不哈的 就往那寄东西啊 你这让我咋给你弄 我要是给你换个大盆 我再给你加上这种土 你寄回去快递费的二百多 下不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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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不为例